人東航空在昨天 爆出了停飛的震撼彈 不過整件事情在今天 又峰迴路轉 還是晚間新聞 今天會有完整深入的分析報導 首先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董事長張岡維 在昨天神隱一天之後 上午出面召開記者會 首先向大家鞠躬道歉 強調昨天是因為他的心情不好 手機關機 失聯的情況之下 導致同仁誤判 才會導致停飛事件搞烏龍 公司會繼續的營運下去 張岡維也表示 遠航的確是碰到了財務困難 但這只是資金 還沒有到位的突發狀況 就在他昨天發表了 措辭激動的聲明之後 如今已經找到了三名投資人 預計兩個星期之內 就會有10億元的資金進入 那麼張岡維在記者會上 還強調自己是很重責任感 很愛面子的人 還說他如果有想死的勇氣 就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造成社會大眾的不便 造成員工的不安 跟大家道歉 鏡頭前鞠躬道歉 省移一天後 遠東航空董事長張岡維 終於現身 昨天心情不好 只有昨天沒有到公司 就怎麼會突然這麼多的狀況 我覺得 唉這個公司 好像大家對我的依賴感太重了 強調才收假一天 遠航停飛的傳聞就滿天飛 遠航官網12號 突然停止售票 接著又傳出一封疑似 內部信 告知員工13號起 將停止飛航營運 文章最後還蓋了公司印章 但如今張岡維卻改口 讓外界有看沒有懂 應該算是一個烏龍吧 我真的再次向大家致歉 強調是個烏龍 那前一天記者會上公告的公開信 寫著對不起大家被詐騙集團給騙了 自己電了將近9億元 字字句句措辭嚴厲 又是怎麼回事 我這輩子沒有這麼沮喪過 我是一個很重責任感 很愛面子的人 事情處理得好 對大家負責 我就繼續努力 我現在 非常有信心 那 所以我現在坐在這邊 如果真的是絕望了 那只能一死謝所有人 一死謝罪 那 我有想死的勇氣 就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漲漲都還有現金 這個營運是沒有問題的 那剛才講到就是說 我們在這兩禮拜左右 投資人的資金會陸續到位 至少這個會有 先期就會有失憶 上演停飛驚魂也讓外界關注 遠航的下一步會怎麼走 遠航力挽狂瀾 動作 張剛為在記者會上喊出 復飛決心 那麼遠航的公益讀懂 律師甚至感性地說 遠航是6月5號成立的 雙子座的個性呢 就是心軟也很需要溫暖 希望民航局能夠再給 遠航一次機會 但是張剛為說 只因為自己關手機一天 公司的高層就急地宣布 停止運的說法 也遭到了嚴重的質疑 不少的民眾看了這場 記者會也直呼 遠航難道是把經營當兒戲嗎 要停飛就停飛 現在要復飛就要復飛 那麼把消費者的權益 到底放哪兒呢 其實在前一天 民航局早就以嚴重侵害 公眾利益為由 打算要裁罰並且廢止 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 那麼現在就等交通部核定 隔了一天 遠航董作又出來說要復飛 那麼民航局的最新回應 強調遠航 如果有意要撤回 停飛申請的話 那麼要再正式地 向民航局提出 由民航局來檢查飛安 財務狀況是否具有 安全營運的能力 才能夠準日復飛 大家可以去查 它是6月5號成立的 是一個雙子座的個性 雙子座怎麼樣 容易心軟 可是需要溫暖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希望民航局能夠給 這個遠航一個 繼續經營的機會 強調在6月成立的遠東航空 就是雙子座的個性 容易心軟也要溫暖 就在停飛公告後 遠航期盼主管機關給機會 向副飛得過這一關 依照民航法還有民航事業單位的一個管理規則 來要求要這個出發 那下午民航局還會開會 12號遠航宣布停飛還發文給民航局 從13號起暫停國內外包機航線 最新曝光的這份公文由交通部提供 還清楚看見署名張剛維 打臉記者會上張剛維說的停飛烏龍 12號當天民航局也已經認定 嚴重侵害公眾利益 違反規定最終可開罰300萬元 並廢止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 而且相關公文也已經發出 就等交通部裁定 沒想到隔了一天13號 遠航就改口資金將到位要繼續經營 民航局則回應遠航在18號下午5點前 都可以承出意見 遠航如果要更正或撤回停飛申請 應該要正式向民航局提出 由民航局來評估是否具有安全運營的能力 就以往到現在這算是史上第一招 以前來講你一旦是停照 說沒有在應運的話就算撤照了 你如果要重新要在應運一家航空公司 就要全部重新來過 沒有辦法說一下子停飛 一下子又要復飛 航法協會則認為 如果省核沒過關 許可遭廢止 遠航空恐怕無法起此回生 只能重新來過 至少得再花上一到兩年重組公司 申請許可才有機會再翱翔天際 遠航的態度反覆 真的是讓消費者氣炸 遠航停飛首日松山機場 在今天一大早 湧入了大批的民眾排隊退票 但是一到櫃台才發現 遠航已經沒有現金可以退了 就算拿信用卡要來刷退 也是沒有辦法的 最後民眾只拿到了一張購票證明 退票鋪了空 引爆了民眾不滿的情緒 一度跟地情爆發口角衝突 昨天晚上甚至還有人氣到當場昏倒在地 而根據民航局的統計 受到影響的旅客數多達了五千多人 雖然董事長張高維喊出了付飛的決心 但是排隊退票的旅客不滿賬 直說已經徹底地對遠航失去信心 機場出了事情 有官員來的啊 只有為了選舉 先公布基本人 全不可能會那個啊 我們只是登記爽的而已啊 越講越激動行程被打亂 台灣隊還拿不到錢 遠東航空停飛首日 旅客來到松山機場遠航櫃台退票 沒想到卻白跑一趟 甚至晨一天還有人氣到雲倒 我們要救護車 我們要救護車 我要再排 我要再排 年長的旅客情緒激動 貪婪倒地 機場工作人員出動AED 隨時準備急救 而無法立刻退款 主要是因為遠航櫃台 現金全部用完 民眾拿信用卡刷退 額度也不夠 特地請假來辦退票的旅客 最後只拿到一張購票證明 現在公司就是現金跟信用卡 我們不能夠做事 我們不會退現給你 結果還沒有退 我們再去買 變成付兩次的錢 幫他每一張就要退啊 我們花錢買的不退 笑死人了 現場氣氛超緊繃 遠航第一線人員好無奈 退票只能踩現場或線上登記 何時能拿到錢不曉得 儘管董作張剛為喊出要付飛 但退票旅客可不買單 我不想塞充線 突然間說沒有就沒有 突然間說也會就會 那我可能是見 沒有信心啊 你買單買人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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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接手遠航國內線的 立榮航空一早就開了 飛往離島的加班機 旅客趕緊先掏腰包 重買票化位 遠航停飛 國內線一團亂 國際線影響的旅客也很多 雖然遠航強調 信託賬戶目前有2.67億 足以賠償旅客權益 但退款的錢何時能拿到手 依舊是個未知數 不只是有旅客退票氣到暈倒 那麼現在旅行社也是氣炸了 因為遠航停飛變成 覆飛反反覆覆 現在也是衝擊到了旅行社 退票還有退團的情況 非常混亂 有旅行社除了趕緊協調 自由行的旅客 轉搭其他的航班之外 針對團客的部分 也對每個人發出了 500塊錢的轉還金 期盼能夠把損失還有影響降到最低 那麼業者現在也非常的憂心 如果遠航沒有辦法覆飛的話 旅行社恐怕會出現上億人的損失 不過對此 遠航董事長張崗瑋表示 遠航沒有要停業 旅行社何來損失之有 不過掩盤 這短短兩天之內 遠航一下子要停飛 一下子要覆飛 有旅行社的業者就說了 遠航就算真的要覆飛 能否繼續的正常營運下去 恐怕也是一個大問題 遠看明年一月春節和寒假就快到了 如今遠航卻從停飛 改成想要再覆飛 除了影響到自行購票的旅客 更衝擊到旅行社 退票退團狀況混亂 這些換退的機票和簽轉費用 旅行社質問該向誰要 如果說遠航他承諾 他通通都要賠償 通通都要支付 那當然就不會有損失 如果停飛 然後他也沒有付飛 那當然損失就一直浮現 零社會損失 那是我們要停業之後吧 我們現在沒有停業 昨天也都在飛嗎 我們有說停業嗎 張剛維的這番話 讓許多旅遊業者不敢恭維 因為遠航停飛乌龍 造成部分國內旅行社忙得焦頭爛額 根據義游網統計 針對自由行旅客 飛往港澳和中國的部分 估計有150人受到影響 目前除了依照遠航都外公布的機制 辦理退票外 旅行社也會協助旅客 轉搭其他航班 不收手續費 另外針對飛往東北亞 還有日韓的旅遊團 也有200多位團客受影響 除了依照旅遊定型化契約半里外 團客也可依循其他旅行社的 退票機制做辦理 如果不想退飛的團客 旅行社也會針對每個人 發出500元的轉團金做補助 只是從街道遠航停飛的消息 再到現在又要付飛 旅行社業者已經失去信心 付飛的狀況其實不明朗 對 所以目前的話我們應該還是會先 先暫停這方面的一個銷售為主 你有什麼信心 覺得這個好像很 它的整個狀況 像個不定時炸彈一樣 很令人擔憂 還沒有停飛怎麼會有上議員 這每次 旅客的權益我們一定顧到 但是有一些請他們不要 老是誇大這樣子 那個能損失上議員 也很大很大的旅行社 台灣可能也沒有很多家 強調一定會顧及旅客權益 不受到影響 但這兩天幫忙 簽轉和退票的金額 旅行社業者多半只能先帶電 這筆錢要怎麼討回來 還是未知數 但就盼這樣的停飛 烏龍事件不要再發生 遠東航空現在說要申請付飛 董事長張光維更說 將對人工負責到底 內部還有公開信 強調公司雖然的確有 長期營運虧損的狀況 但是經營團隊仍舊是 很努力的在維持運作 因此沒有大量解雇 請同仁們都要堅守 綱位按時出勤 試圖要安撫人工的心情 不過在付飛之前 台北市勞動局 將把任航 列為日警查訪對象 將會持續的來監測 半年的時間 並且限期公司 提出說明或者是財報 任航如果拒絕配合的話 最高可以罰15萬的罰金 而且還可以連續開罰 我對遠航 對這1000多家庭 我覺得就算死了 我也盡到他們的義務 盡到對他們的責任 記者會上強調對1000多名員工 誓死負責 也在盡頭前再三信心喊話 記者會後 遠航更緊急發布員工內部信 陳情公司雖然的確有長期營運虧損的狀況 資金籌措有困難 但經營團隊仍做很努力的在維持運作 因此沒有大量解僱 運作也都正常 請同仁們都要堅守崗位 按時出勤 頻頻出招安撫員工的心 之後正常營運還會繼續在公司 不好意思 會會會 付費還會繼續在延堂服務嗎 好尷尬的問題 其他同仁有信心 我們就有信心 跟著別人 這兩天公司內部一下子停飛 一下子又要付飛 員工心情真的就像洗三溫暖 還有人急忙去申請訓練紀錄 就怕哪天又突然停止營運 得先被圖後路 而台北市勞動局也啟動勞減機制 初步檢查確認 遠行至今還沒有薪資發放異常的狀況 近半年人事流動也很正常 但是在民航局核准付飛前 還是會將遠行列為預警查訪對象 將持續監測半年 並且限期公司提出說明或財報 遠行若拒絕配合 最高可處數萬罰還 而且可以連續開罰 畢竟付飛現在只是遠行單方面想法 民航局核准前 員工就怕還會有突發狀況 旋徹遠東航空13號全面停飛 金門機場塞爆了 很多人趕來辦理退票 還氣憤的說遠行真的是騙很大 搞得民眾現在簡直像是在逃難一樣 對這家航空公司 已經是完全都沒有信心了 那麼民航局也已經針對退票跟機位 提出了解決方案 至於同樣是位在離島的澎湖機場 雖然說有局的貨運 還有一些高價必須要透過空運送出去的海產 現在都受到了影響 但是還是有民眾蠻貼心的 直到說在第一線處理的 遠行基層員工很辛苦 他們的心情也是相當的茫然 就特別買飲料送給他們 幫他們打氣 昨天就很厚了 厚到現在很麻煩 被騙了 遠東已經騙好幾次了 你是廣告我們好像就逃難一樣了 氣得破口大罵 遠東航空無預警停飛 台灣往返金門 空中交通全都被打亂 沒票旅客趕來退票怒嗆遠航高層 根本一點責任感都沒有 你那剛開始你不行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收 你一直撞撞撞撞撞到後面你撞不住了 你就放空了 大家就對你無啥啥 櫃台前排隊繞了好幾圈 有人越來越火大 把董事長張剛為當成劍拔 痛批不該隱匿財務問題 搞得民眾假都請完了 現在卻得擔心即將到來的選舉和春節 沒有飛機可以搭 雖然地勤繼續上工 但民眾信心鬆動 生怕錢領不回來 民航局也宣布退款部分 現金需在20號前 透過官網APP登記 信用卡部分 可以在明年4月10號前提出爭議款 至於旅行社待定 也能拜託業者協助 另外已經定位的民眾部分 除了商請其他航空放大機型 針對輸運高峰期 旅客也享有優先轉訂 立榮跟華信 國防部軍機也會視情況投入支援 畫面再轉到另一個離島澎湖縣 少了遠航 馬工機場其他航空公司 斑斑客滿 不只人出不去 郵局大批包裹也寄不出去 得靠轉搬方式運送 過年漁獲也卡關 業者酷哈哈 動輒千元的漁獲上不了飛機 損失只好自行吸收 一片骂聲當中 卻有溫馨的這一刻 吃一片咖啡 買一些巧克力 給同仁吃 每次很感動 送來飲料甜點 乘客體恤無辜基層員工辛勞 特別為地勤加油打氣 暖心舉動 成為遠航之亂裡面最美的風景 最近消息 遠東航空停飛 引發了各界嘩然 董事長張光維還自爆說 自己遭到了四名男子詐騙 不只是錢被拿走 而且還被收取了高額的作業費 但是現在不只是傳出這個詐騙疑運 台北地檢署在晚間 就臨時加開了偵察庭 以嫌疑院的身份 傳喚張光維道案說明 原來檢方在去年 就已經針對 遠航內部的財務問題 分案進行調查 而現在又爆出了停飛風波 就怕遠航可能已經 涉及了掏空以及背信 你有沒有欠黑道錢 董事長說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人來找我嘛 遠航董事長張光維 快步進入北檢 對於遭到北檢約談 他閉口不願多談 只是遠航一度傳出資金 要度不足還向地下匯隊借款 使他自爆是遭人盯上詐騙 這個跟地下匯隊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XX跟我也沒有任何關係 就是被他騙錢了 那後來我之後知道 他是一個通緝犯 張光維控訴因為有詐騙集團 加上大環境不景氣 導致個人投入9億資金 仍不夠用 還指名道姓要求檢調單位 介入調查 張光維更說 林姓男子等四人刻意接近他 謊稱有大筆的資金可以投資遠航 他姓以為真 給了高額作業費 沒想到事後才發覺 遭人設局詐騙 其中一名王姓男子 更被人爆料 市民詐欺冠犯 詐騙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 在跟調單位進行這件事情 我敢這樣子 就是有所本嘛 那我們損失殘重 對於遭人詐騙一事 張光維露面 態度卻改為保守 但其實台北地震署檢察官 早在去年 就曾對遠航的基林老舊 一切上合庫融資的22億金流 對遠航高層 進行分案調查 如今又爆發停飛 北檢特別 加開臨時停 以先人身份 傳喚張光維道案 要釐清遠航的財務問題 到底有多嚴重 可能是因為他的財務狀況有問題 不管是他要告別人 或有別人要告他 怎麼可能要被限制出境 這相關的資料 檢察官那邊 他可能需要趕快的明了 檢方選擇這個時候 突然傳喚張光維 是否和他口中所說的 詐騙案有關 雖然還有待釐清 但對遠航想要拚富飛來說 無疑是水上加霜